下午好,我是威敏,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五间新闻 针对一马公司的课题,前副首相慕尤丁昨天在爆料 指一马公司今年曾向内阁要求注入现金30亿令吉 结果被内阁拒绝了,他因此察觉到这个课题的严重性 并且开始质疑只有100万令吉资金的公司 如何能向银行贷款10亿令吉呢 他说当他之后向纳吉询问,并且要求调查一马公司时 自己反而被革职了,可是一马高层却安然无事 他认为自己没有破坏巫统的名誉,也不是害群之马 不过他坦诚,如今确实感觉到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 不过对于慕尤丁表示,自己不是内奸 通讯局多媒体部长穆罕默沙烈昨天晚上发文反驳 穆罕默沙烈在这篇名为《慕尤丁遗忘历史》的文中 质问慕尤丁,一个提供弹药给反对党攻击巫统的人 如何能够被视为对党好呢 来看下一则新闻 嘉颖鲁榜案中5岁男童的父亲李金文 昨天自掏腰包,在马来主流报章刊登澄清起事 为好心将儿子安全送回家的德士司机哈尼站成金 希望民众不要再误会他了 李金文感激哈尼站的帮助,也百分之百相信他是清白的 因此希望各界不要再以有色眼光对待哈尼站的一家人 哈尼站早前虽然被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但警方调查之后,已经证实哈尼站与绑架案无关 今天五报到此结束,谢谢你收看